世界上所有好看的小说 都是一种两难结构 它的主题其实都是无解的 嘿又见面了 我是全职写作13年的小林 很多人在写一部小说之前 都会先去预设小说的主题 我要写的是一个人历经艰难 终将胜利的故事 我要写的是一对院旅 在经历了情感波折后 重修旧好的故事 但却忽略了一个在文学创作上 更加深层的问题 真正好看的小说 都是把感受的权利 交给读者的 而能让读者陷入两难抉择 产生争议的小说 才能具备更深远的力量 就拿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这一经典名著来举例吧 老人与大海和鱼 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 将体力耗至极限 才捕获到一条罕见的大鱼 却没想到在把鱼拖往岸边时 大鱼被血腥气引来的鱼群 啃食殆尽 它只拖回了一条大鱼的残骸 这时老人望着大鱼的骨架 和茫茫大海 读者已经很难说 老人到底是胜利者 还是失败者 于是海明威写下了 那句永久流传的金句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 你尽可以消灭他 却不能打败他 老人战胜了风浪汹涌的大海 捕获到大鱼时是胜利者 但老人将鱼拖往岸边时 大鱼被吃光 他立刻变成了失败者 然而在返岗的小船上 由于大鱼被吃掉 船身变得轻快的瞬间 老人又说 我以前从不知道 失败会带来这么多的松快 你看在这部小说之中 胜利和失败 无时无刻不再转换着 为读者呈现一种 人生中的两难抉择 使作品呈现出一种 无法调节的对质感 不同的读者 都能对这个故事 有不同的理解 这才是一部小说 走向杰出的开始 而另一个例子 是电影《肖邦传》 肖邦在成名之后 他的家乡波兰 正卷入一场抵抗运动 乡亲们想请肖邦出山 来声援他们 但肖邦的女友 作家焦志桑 却坚决反对 他反对的理由是 一个音乐天才的价值 要远远超过一场政治运动 最终 肖邦鞠躬尽脆 为声援家乡 而泪倒病死 乡亲们为他举行了 隆重的追悼会 而焦志桑 却拒绝出席 他悲愤的控诉乡亲们说 这下你们满意了吧 世界上再也不会出现 另一个肖邦了 一个天才的音乐家 和他家乡 黎民百姓的生存 这又构成了 摆在天平上的两难结构 对音乐痴迷的读者都知道 肖邦这位天才 对音乐的意义 但又无法去痛斥 与他的死亡 摆脱不了关系的 流离失所的乡亲们 在这种两难结构中 摆在天平两端的选择 必须是势均立地的 能让持有不同观点的读者 引发出巨大的争议 也就是说 两边的读者 都能举出充分的理由 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这就有点像是一场 读者主动参与的 奇葩说辩论赛一样 辩论的双方各执一词 谁都想拼命地说服对方 从而使整个故事 产生了巨大的话题性 黑格尔把两难结构的 哲学原理 称之为二律被返 既两个片面都具有充足的理由 相持不下 又相辅相成的悖论 对峙的双方 要在力量上 必须不分伯仲 针尖对上脉盲 才能让读者 产生参与其中的痛快感 如果一方的力量 要明显地弱于另一方 那这个故事 就达不到 让读者产生 两难抉择的能力 怎么样 如果你能写出一部 这样的小说 就不愁你的小说 不吸引读者 记住为你的小说 设计一个两难结构 让你的读者在阅读时 激烈地辩论起来 好了 这期的分享就到这了 如果觉得我的内容 对你在小说写作上有帮助 记得给我一个三连 我是小林 见证你在写作上的成长 见证你的成长